这次我们看到这个拜习会 习拜会这两个大家的解读就是 哇 美国跟中国大陆 两个又恢复了这个谈判 他们都能谈 为什么我们台湾不能谈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考 但是另一头大家也看到了 美国国会的这个安全委员 这个审查委员会又发布了年度报告 那年度报告里面呢 再度有几个重大的一些议题 包括认为习近平集权 双方的经贸关系 还有这个美中的安全跟外交事务等等 那其中我们台湾占了74页 它总共是785页 台湾大概就占了十分之一 在这五大主题里面 还包括香港 详述中国的挑战与威胁 换句话说呢 还是把中国当成挑战跟威胁 威胁这个词就更强了 那其中呢提出了三十五项 三十九项的建议 那报告的结论我们看到 认为中国今年大幅加大了 对台侵略性的作为 所以认为美方要成立一个 永久性的跨部会的委员会 永久性的 这个专门就中国的攻击 封锁台湾等等行径 来掩拟因应的制裁 当然这个我们看到 跟这个川普跟习近平 拜登跟习近平在见面的时候 释出的那个善意 似乎有点不同步 不过这个当然大家看到 这是美国国会嘛 这个民意代表 那另外这个讯息呢 也引发了极大的讨论 今天凯翔来谈一下 这是美国众院的 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的主席 他提出了一个建议 什么呢 未来美国居住在亚太地区的 退伍军人 可以寻求使用台湾的 退伍军人的医疗 照护资源 注意哦 所有住在亚太地区的 美国退伍军人 都可以用台湾的 退伍军人的医疗跟照护资源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 然后退伍会 立刻 Yes sir 没有问题 评估之后认为 十分的赞成跟支持 那网友怎么说呢 拿走我们台湾台积电 还不够吗 你太超过了 至少要先让台湾加入这个合众国 还有没有极战力的 还要补助吗 一堆国际组织都不跟进 白痴才赞成 那美国要不要承诺 让这个共军犯台 一定帮忙出兵呢 来建交啊 要不要呢 来建交啊 还有人说吞吧吞吧 你怎么看待这几个讯息 要用我们台湾的 所有退伍军人的医疗 跟照护资源 完全不合理啊 就是如果今天 真的美国军人有曾经在台湾 台海这个战场上面 然后流血 然后甚至牺牲 那到台湾这边提供很多资源 当然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如果没有的话 为什么我们要提供这些资源 我们跟美国 美国给我们什么样 就是提供什么武器 难道我们都没有付钱吗 而且还是所有亚太地区的退伍军人 换句话说在韩国啊 在日本 在亚太地区都可以用台湾的医疗资源 这件事情就非常非常莫名其妙 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们的退伍会 会说赞成 为什么会说赞成我们民进党现在执政 那民进党的朋友不是最喜欢讲 动不动就喜欢讲说 那个健保 你是不是回来用健保 然后呢这个 在海外的这些华人 对不对 然后支持国民党还敢回来用健保 怎么不去大陆那边呢 什么的 那为什么这件事情就不吭声呢 其实我觉得 这个可以再观察一下 看他是不是个人意见 但如果他是一个形成的政策 或是即将形成的政策的话 那我个人当然是完全反对 对但我们的退伍会已经这个第一时间表达赞成了 我是有点怀疑了 这个阴谋论 我问一下这个介大使 因为现在当然了 大家认为说 现在台湾其实有很多这个美方的这个军职 也许是用退伍的身份啊 各式各样比较不敏感的身份啊 等等啊 那这会不会也是一个隐藏版 只是说呢 这些隐藏版不能够被公布 所以用这个退伍这个军人的这个名义来进行 那当然这个美国的退伍军人也好 或是美国的 我不知道情报人员也好 到台湾来当然很敏感嘛 所以不能够公开 但是毕竟也是人啊 食衣住行生活的对接等等都是需要的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希望把医疗的资源对接起来 会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我的研判应该就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美国就是对台湾的这个 未来几年的这个 这个国防安全的策略 我觉得就是积极备战 那不是避战 就是积极备战 备战接下来就是处战 所以积极备战这个过程中 美方会有大量的军事背景的人员 进驻直接进驻台湾 对所以因为地表上最危险的地方 看看亚太地区最危险就是台海嘛 所以所有亚太地区的美国退伍军人 可以用台湾的医疗资源 那换句话说台湾有事的话 这个所有亚太地区的退伍的美国军人 可能可以贡献一份心力是这样吗 其实是这样 以前美国AIT在台湾刚开始设立的时候 他所有美国派来AIT工作的人 在美国都要先办理退休 那就是他以退伍人员的身份 到AIT来服务 然后可是呢他实际上还是限制的 那只是说他要形式上办个退伍 退休 文官就退休 武官就退伍 然后呢回去以后就立刻可以恢复 所以他这是一个过水 是一个形式上 那美国绝对不会承认说 我有限制的美军在台湾 那他未来会派很大量的这个 有军事背景的限制人员在台湾 那他一来台湾一定要先办理退伍 好 基大使除了这个之外 今天还有一个最新的消息 本来英国首相要跟这个习近平见面 但是刚刚一个最新消息 突然之间取消 这中间是有什么玄机 因为主要是我们看到 这个英国有没有 英国在这个被 他在被媒体询问 是否认为英国应该向台湾提供武器 他说我们的政策很明确 就是不应该单方面改变现状 要用和平的方式 如同我们对抗中国的侵略一样 我们随时准备支援台湾 输一下喊停 这有没有关系 对 我想就是这句话 大概中国大陆就取消这个会谈 对 因为这个完全就是踩到中国大陆红线了 这是禁区了 对 那既然 因为他讲的是中国的侵略嘛 对 他用侵略这个词 对 这个我想大概他这句话讲完 本来习近平愿意跟他会谈的 大概就等于就告诉他说不必了 你如果是对台湾问题持这个立场的话 没什么好见 没什么好见 这也是对我想在国际社会上 中国大陆要未来 现在跟未来他要传达的最重要的讯息 就是习近平跟拜登见面时候讲的 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 不容外人干涉 所以呢 我想这个就变成就是说 这个正好我觉得苏纳克他自己以身示尽 他讲的这些话 那他跟习近平见面机会就没有了 对 如果没有见面的话 事实上我觉得可能中英的很多将来未来合作 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那英国现在的经济处境并不好 并不好 他们前一阵子事实上英国这个 他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 他的各种的指标 我前一阵子看到前几天他看到一个报告 已经被巴黎取代了 他脱欧已经受到了强非常大的这种影响 负面影响 所以他经济状况这个情况之下 那苏纳克可能是经验不是那么丰富 刚上任 刚上任 他的用词潜质 对 他可以不这样讲 可是他这样讲的话 正好在这个当头在这个场合的话 他等于说我们看来就是他把习近平 逼到一个没有选择的地步 对 因为怎么讲 就是外交辞论有很多种措辞 因为上单字有很多选择 但是我们看到他的这种讲法 看起来也应该是确实你讲的 没有经验也好 或者他的幕僚没有准备好 但是目前为止 以这个主动跟被动来讲 包括这个拜登在内 都是比较是想要见习近平 比较主动 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是有选择的 那他跟各国交往 唯一的红线跟底线 就是一中嘛等等之类的 所以你看到 这个这次不是讲到 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本来是不支持台独 一中也就罢了 现在还有这个 那赵春山的解读代表什么 这是拜登的一个重大让步 所以对 连美国都让步了 更何况你英国 对不对 那还包括昨天的这个 左老师告诉大家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保证 在过去的这么多年当中 没有看到过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等于把所有台独的路 都给堵死了 不只是一中 不只是这个不支持台独 连两个中国 连一中一台 你怎么样绕着弯子 踩灰色地带 通通都是不支持 所有的路全部堵死 这是这次拜席会当中的 这条红线禁区 画得更清楚 海华XO干贝架 这一罐很厉害 很威好吗 它的蛋白质呢 是鸡啊牛啊虾的三倍 这么好的干贝架要去哪里买 是我们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 电商的网站 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咯 好 希望大家爱用咯 我还是先就会忘了咯 我还是先不动咯 我还是先不动咯 我还不动咯 by bwd6